如果有一天全球只剩下女人 贵求你给她们反应后代 你会怎么做呢 大家好呀 我是泡夫 今天这期福利将金的你目 等口袋 反手就给泡夫点个赞 男主的第一句台词是 动画才开播三分钟 一群光秃秃的女人 站在面前任君挑选 到底是那部疯狂的新番 名字就叫终末的后宫 故事发生在不远的未来 2040年 男主水源连任 一名医学高材生 不幸患上了罕见的疾病 细胞硬化症 此病上午药可解 医生建议她冬眠个五年 等药开发成功 也就能接受治疗了 为不留遗憾 男主在入睡前 跑到青梅竹马 惠丽莎跟前告白 但又不想耽误人家女孩 愣是没说出那句 等我 谁知道惠丽莎在最后一刻 赶到医院送别 意思已经够明显了 连任摘下随传项链 交给她 算作定情信物 之后便陷入沉睡 再一醒来 便是五年后的世界 连任的病顺利根治 奇怪的事儿却接踵而至 迎接她的不是家人 米医生还用发情的眼神看着她 一名长得与惠丽莎神似的女孩 向她解释来龙去脉 她叫周防美来 是连任的专属事务官 负责照顾她的生活 以及与外界的联系 是因四年前 一种叫MK的新病毒席卷全球 此病毒通过空气传播 感染者三天内必死无疑 人类集结全部力量 依旧没有研究出特效药 至今世界人口减半 各种基本需求面临告急 信息量巨大 连任一时无法接受 跳下车 却见接近已不复从前 梅子见着她 像见着西游种似的 转了一圈 男主总算明白 哪里出问题了 搜紧到现在 她一次都没见过同类 So MK病毒是mukular virus 顾名思义 只感染男性 全球99.9%的男人都死了 连任作为少数的冷冻休眠病人 侥幸存活 疫情爆发后 世界的统治权 被移交给了女性组织 UW 不久前 她们研究发现 或有细胞硬化症的病人 或可能对MK病毒免疫 于是 UW暗中展开实验 依次解除实验品的休眠 确保她们的生活起居 并让她们肩负起 生孩子的责任 在连任之前 已经有实验品No.1 成功让女人受孕 她的金字 便是全球的希望 下 选吧 像猴子一样交配吧 哈 放屁 围解钢铁直男 不是谁都可以 呦 还挺喘 只能出动救兵了 这不是舍妹吗 本以为有什么羞耻的展开 原来只是普通的家人虫具 也才从妹妹口中得知 慧莉莎三年前就失踪了 一觉醒来 世界翻天覆地 男主躺到床上 懒受香菇 这时穿着性感睡衣的紫毛闯入 二话不说 狂衣解带 推倒男主 做了这样和那样的事 谁知男主想起了慧莉莎 秒速把他推开 没出息 给我接着上啊 隔天 紫毛带男主到澡堂 还没放弃 让他挑个人度爱 眼见连任 差不多要生气了 紫毛缓缓解释 这并不是什么A级的事 现今大家都面临物资问题 若是成功生下孩子 生活就能得到宝藏 且那些从活下来的0.01%男性 如今靠着冷冻睡眠 延缓病毒扩散 不到一年就会绝技 这事事关人类存亡啊 所以不要再废话了 赶快交出你的大点儿 连任不再推辞 与紫毛打成共识 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让他找慧莉莎 要度爱 也是和他才爽啊 紫毛看出条件 在此期间 每晚连任都必须和女人睡觉 受不住诱惑 大干一场就再好不过 哼 就看看你能撑几天 画面一转 实验品一号就出气多了 紫毛的他享受着美女们的服务 同时对电视里的粉毛爱度发情 到了晚上 粉毛就送到了他的房间 这样的生活 岂不美哉 回到和尚连任这边 为了保全他的健康与安全 紫毛给他配置了保镖和护士 当然 都是女的 按照约定 二人将会天天和他一起睡 连任泡灶沉思的灯儿停电了 摸索着黑夜开灯 手却碰上了柔软 原来是与解保镖 笼灶似猪鹰早上门了 他手持酒瓶 往连任和自己身上倒 将进行一系列不可描述 纯情的连任直接吓晕过去 再一起来 他已经被送回房间 被乳里钻出一位小萝莉 脆 小蓝便是紫毛说的护士了 见他醒了 二人赶紧准备正事 那就是 上床睡觉 地外连任凭借意志撑过去 紫毛计划泡汤 询问他为何确信会你杀还活着 原来当初送给他的项链里装有GPS 虽然没有缺少位置 但还能收到电波 表示他还活着 这时 走廊突然冒出一只熊 朝脆的方向袭去 连任为防护他 手臂被抓伤 哪里知道下一幕 惊得他目瞪口呆 原来你才是保镖啊 可熊为什么会突然跑到这个地方来呢 在连任的要求下 紫毛把他带到惠里莎曾经的实验室 在惠里莎消失后 这里曾被人侵入 MK病毒的研究资料 全部被带走 散落在地上的合照 惊奇的回忆 像当初 而是为了救一只狗 才决定当医生的 连任不忘初心 决定要由他来做出MK病毒的特效药 与其单做个种码 还不如花点时间在研究上 为此 他不具意向全世界投入身份 背负被全球女性侵犯的风险 成为人类的希望 很快 遍地新闻播报布满了他的宣言 与此同时 连任从惠里莎的实验室翻出影带 发现了恐怖的真相 惠里莎发现 MK病毒 兴许是人为创造的 她手中握有一些证据 却谁都无法信任 也许这才是她消失的原因 画面一转 莫获玩家浮出水面 他们便是UW日本分部的高层 眼见时机成熟 他们决定按照计划 解冻第三位细胞硬化的病人 尼叫喜来 曾经被霸凌的弱式群体 因缘飞到金字塔游戏的顶端 那些曾经侵蚀她重伤她的人 如今统统得对她俯首称诚 续连任后 第三号实验品即将被解冻 她叫图景祥泰 在校内是个妥妥的边缘人死宅 一次仗义相助 导致她被扮林小团体给盯上 去了个顿老头的绰号 整日整日遭受畜生般的对待 同学们冷眼旁观 唯一的慰藉 就是温柔的钢琴老师幼子 日子已经够不幸了 没想到这天 她竟被诊断 患上了细胞硬化症 小雪儿的前一天 在校内不经意目睹别人的野战现场 小霍霍人上前将她踹翻 吐了口沫 还取笑她是个童真 怨恨在心中积累 进入睡眠的前一刻 湘泰只希望睁眼醒来 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 五年后 迎接她的是位美女事务官花莲 据她所述 全球只剩她一男的 为不让病情扩散 活动范围也仅限宿舍和学校 在花莲的指引下 湘泰与幼子老师重逢 为了安抚她的情绪 老师约她今晚到房里粗膝长谈 湘泰一时赴冤 却见老师一声性感烈似 聊了几句便将她扑倒 一夜干柴烈火 那之后的一周 老师使劲千姿百态勾引湘泰 两人日日共享雨水之欢 原以为日子会这样持续下去 直到这天体育课花莲把湘泰拉进泳池 全个过程女生们都只咕咕盯着她看 时不时对她发射微笑电波 到了后面 还暗地里进行了游泳比拼 花莲妹子一条取得了第一名 而这场比拼竟是为了选出和湘泰共睡一间房一周的资格 接下来每周还会换人上 更奇葩的还在后头 一条鬼为大小姐需要湘泰的帮助才能换衣服 日日都要这么养眼吗 到了第二晚 一条主动爬上她的床 然而了解新事 都认为新世界更美好 接着便顺势接吻度爱 湘泰也开启了自己的渣男之旅 画面一转 回到男主连任这边 随上次向全球公开表态后 她成为了热门话题 每天都有不少女生上门要见军一面 连任一如既往 拒绝了轴房的媒体要求 而实验品一号早已遥遥领先 孩子都快出生了 湘泰这边出了鬼 转头就向老师道歉 可老师竟表示 湘泰是大家的 湘泰随即找上花莲问个清楚 她也不再隐瞒 说出真相 这所学校是专门为她打造的实验场地 目的就是留下一传因子 避免人类灭亡 校内聚集的女生经过严格晒选 都对她有兴趣 换了孩子还会获得生活保障 并不存在非人权的统治 另一边 UW方见连任迟迟迟没有任何进展 决定撤除中防美来的事务官一职 同时间 连任的研究也遇到了瓶颈 眼界一个月实现僵致 她正打算反悔 就收获新事务官上任的通知 他们分别叫黑田玛利亚和片铜利亚 黑田是位研究员 能辅助研究特效药的开发 片铜则将接受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这位片铜极度厌恶男性 上来就施展强硬手段 以限制活动自由的办法 威胁连任尽快进行度外 接着还到中防面前挑拨离间 可惜失败了 一个月的相处 连任是个什么样的人 中防比她看得还要清楚 这日 几人启程前往一个叫庆门市的温泉地 那里是日本首例MK病毒感染者家属的所在地 入住的旅馆除了他们 还有另外一批学生 之后就是包场了 趁着连任泡澡 女生们赤身裸体走了进来 最奔放的猪鹰体 她给大家杀必死 轮流擦背 玻璃整整三分钟 有兴趣去翻原作画 终于见到了感染者家属 是位老奶奶 她的丈夫便是最早发现的感染者 不过因为厌恶电子科技 身上连GPS都没带 所以没有人知道 她病发前生在何处 接触了什么 老奶奶固执的不愿协助调查 只因丈夫死后 尸体遭到政府 用强硬手段大歇八块 连任一众日日上门劝说 试图问出病毒的根源 可老奶奶却反过来 劝她去造孩子 连任恳切地表示 竟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绝对不随便和人做 面对线下严峻的情况 这固然是自私的 她也只能更加努力研究特效药作为回报 夜晚中桑拿时 因为金发碧眼的美女走了进来 她认识连任 还强迫她留下 进行忍耐力比拼 忍得不仅仅是热 还是欲望 最终 美女不抵高温昏厥 连任随即把她带出桑拿房 在她的要求下被迫嘴对嘴 人工呼吸 难道嘴还没碰上 女生们走了进来 周下误会才知 美女是故意来戏弄她的 雄浅的标记欲示 她的身份并不简单 这边 老奶奶要求与中方单独对话 她想知道 别人眼中的连任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中方表示 她的所作所为很任性 但也不是光靠一张嘴 就能做到 她压制信誉 不仅与全世界对立 也要贯彻意愿 不仅让人开始心服 她能够拯救世界 老奶奶随即再问连任 是不是以后都坚决不度外 连任说 情况所迫 她还是会为人民造福 但她的心意不会改变 意志坚定 能屈能生 能成大人也 这番话让老奶奶 一起的惠蕾沙 其实他们私下 一直保持联络 老奶奶劝她回去抢男人 给出的答复如出一辙 老奶奶终于服软 承诺下次会透露线索 不然就在隔天 她的病情突然恶化 进入昏迷状态 唯一留下的 就是她与老公的合照 这幅合照暗藏玄机 与连任的AI手表互为钥匙 她忙过所有人打开资料 里面 竟是MK病毒 乃人未制造的证据 部分资料还有待修复 事后 连任随同黑田 来到书籍MK病毒的 首家医院勘察 这里已形同废墟 且又是难民区 看来 UW只把专注点 直放在中央地区 另一边 连任找上片铜 揭露恐怖真相 她检查了病历和记录 老奶奶是被人下毒的 她怀疑 凶手就是没有 不在场证明的片铜 可片铜时空否认 她虽终也没问出什么 这边连任试图向黑田套话 这才知道 MK病毒的研究 之所以进行得如此缓慢 是因为上头吩咐 要把资源着重于粮食生产 且大部分的研究精英 都去了UW在美国的总部 这时 实验品一号的事物官 找上连任有事相求 原来一号 竟对她的妹妹一见钟情 想和她度爱 珍重自然不愿 还得哥哥出面玩具 可一号苦苦哀求 显得非常正直 善良的连任 最终还是答应祝她一臂 这边 UW高层给连任安排了新任务 因为物资短缺的问题 难民区经常发生暴乱 连任亲自到场发放物资 安抚的同时又能鼓舞人心 趁着连任洗澡时 朱英和黑田一起闯了进来 通知连任 她被盯上了 卸下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躲过监控 朱英这才揭露 UW日本分部的首领 鬼缘是她的母亲 近几年 病毒研究者们 一个个消失 背后的势力无人知晓 但连任选择公开宣誓 便是公然与他们为敌 将杀身之祸引上身 话题被中毒闯入的片桶截断 次日 连任到南明区发放物资 过程中险些遭到暗杀 索性片桶 事先背后秘密警队 解决了狙击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偏同喜欢中方 拼命保住连任的命 只因不愿喜欢的人伤心 在连任的帮助下 一号与妹妹见上面 可美美显然对种马没有半点兴趣 中途走人 新世界里初次尝到败北的滋味 激起了一号的不服输与好奇心 这边 连任一众到秘密基地会合 在连任的提议下 黑田人尝试运用黑网 联系运在美国的研究友人 希望从他们那得到一些病毒的最新数据 没想到这一查 竟查出了端倪 翻查记录 所有本该在美国的研究友人 全都住进了废弃的庆文市医院 连任伸出了可怕的推断 MK病毒说不定 就是在这间医院里制造的 他们决定再去一趟医院展开搜查 上集中 祥太得知的学校是为他打造的后宫后 一时没有办法消化 DA级也产生了抗拒 花莲继续推进任务 在班上举办抽奖 大将是能和祥太同床共挣 一周过去 妹子也太坏人了 得奖者是明辣妹 也是祥太最不擅长应付的类型 她把祥太带到厕所里推倒 却让她回想起了当初被霸凌的片段 完全没有了兴致 祥太一路逃到秘密基地 过去每次被欺负后 难受委屈时 她就会躲进这里 这时 红毛妹子闯了进来 她揭开上衣 身上有着无数深深浅浅的伤痕 没想到 她竟也曾遭遇霸凌 痛病相怜的二人 诉说着各自的悲惨遭遇 说着说着就开始相互抚慰 之后 祥太把她带回房 准备干大事 却见辣妹在房内等候已久 女生们直接展开撕逼 祥太看着心烦 一个人跑到外面散心 现在的她 只想见柳子老师一面 自上次出柜后 老师就像消失了一样 完全联系不上 众消传的当王 同班巨乳黑毛路过急于关心 她戏谑地说出 要黑毛就地处一来安慰她 没成效 她真的着作了 次日祥太心怀愧疚 找上黑毛为自己的卑劣行为道歉 可人家压根不介意 还把她骗进仓库 火急火燎地扑倒 隔天 花莲又有了新点资 让全班女生累累值日 负责服饰小泰 每天早上还可以获得一个早安kiss 第一天当时的女生 直接把嘴怼了上来 瞎她一个不慎摔倒 擦破了手 几人迅速把她送到医务室 不过是小伤还要接受全身扫描 人类至宝可不能有任何损伤 祥太还发觉 病床比一般的大了许多 正疑获得当儿 三位女子在花莲的指示下走了进来 要给她一些照顾 四批真相画面不可描述 到这里 祥太差不多已经麻木了 这时 花莲上来晴天霹雳的消息 尤子老师因为私人原意 已经离开这座城市 她是真心喜欢尤子老师的 一想到人家或许只是情况所迫 之中强态的最后希望崩塌 此日起 她彻底扭曲崩坏 接受了犹如国王般的待遇 日日进行选飞活动 日子飞逝 这样下去不免有些枯燥乏味 花莲又玩出新花样 把一名高龄转学生带进了学校 而此人竟是祥太曾经的同学 粉毛 粉毛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为了当爱豆 她甚至连男朋友都不交 可在祥太的记忆里 她也不是个好东西 一次在天台 小团体霸凌祥太得重其劲 粉毛非但没有帮忙 还彻底无事 把祥太的求救与存在给否定 比霸凌者造成的实质伤害 还要更痛 新世界新规则 粉毛蓄以为意 要求祥太和她度外 只有这样 她才能重获资格成为爱豆 事到如今才来求帮助 真是想得美 抱着开好戏的心态 花莲提议祥太测测她的决心 第一项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补穿裙子 粉毛听话照做 接下来的要求却越来越过分 忍无可忍下 粉毛开口质问祥太 祥太于是把她叫到天台上 告诉她 只要和自己当众度爱 便会听她说情 她特意叫来了几个观众 看live 抱负性的举止 让粉毛回忆起了从前 为了梦想 她流泪驱从 你来我往的交易 加害者变成受害者 该不该同情呢 胖夫也不太清楚了 出场抱负的思维 简直不要太爽 花莲暗示祥太 她可以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这样的话助长了祥太的心魔 她决定展开复仇 首个要对付的就是当年有份参与霸凌的辣妹 往事历历在目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小安太抓紧搜水 往她身上撒 再命令她跪舔那些酒伤疤 全是微迫下 辣妹唯有乖乖服从 那之后的日子 女生们对她的争夺越演越烈 花招摆出只为伯军一笑 而小太也决定暂时好好享受这傀儡皇帝的福利 回到连任这边 世界宣言发售后 引起了UW世界总部的注意 前些日子遇到的金发名女 其实就是总部的一员 她暗中调查 得知了日本分部藏匿几名男子 做实验品的消息 上头于是派遣使者飞往日本 务必将连任带去美国 此时 UW日本分部也收到了消息 他们对使者进行了调查 她叫波普 来自一个叫维和行动局的部门 此部门是为守护UW的统治势力而生 至今依靠武力 惩治了不少恐怖组织 不过日本分部并不害怕 他们似乎有所准备 这边 祥太继续进行选妃活动 可这次选上的女孩 竟扯个理由拒绝了 其实她是惠里沙 暗中安插进学校的同伴 两人似乎有着什么计划 画面一转 连任隐行到庆门市医院进行搜查 发现了一处能够通行的通风口 往深处走去 没想到竟在这遇见了技术长官 哈利是武力UW日本分部之下 秘密被发现 正打算灭口 好在这时 隐寻军人即使从后伏击 幕后的总司令 便是有过一面之缘的金发美女 她的身份是维和行动局局长克朗尔 爆炸声响起 为销毁证据 医院被事先设置了炸弹 在克朗尔的指引下 截然乘上直升机安全逃离 画面切换到学校 香太沉浸在乐园里无法自拔 每日变着新花样与女生们度爱 事度之大已经不容黄标战士去形容了 同时间副局长波普抵达日本分部与高层门当面对职 揭露他们制造及散播MK病毒 无视总部的命令 不正当剥削日本市民等等的罪行 高层门不打自招 招来人想先下手围墙 却被自己的部下反降一军 最终遭到逮捕拘禁 克劳尔向众人透露外面世界的情况 疾病导致贫富差距悬殊 各地频发恐怖活动 此时唯一的男性出现 却被控管起来 加剧了人们对UW不满的情绪 事件持续发酵 最印象不到的是 下来崇尚和平的惠丽莎 竟也加入了恐怖组织 此时学校突发爆炸 香泰生死未卜 而另一边 未解冻的实验品4号 被恐怖组织给掳走了 上集说道 恐怖分子趁着UW总部与分部闹分歧的阶系 炸毁各个设施 企图掳走实验品门 无奈计划只成功了一半 香泰从昏迷中醒来 最后的记忆停留在宿舍爆炸 询问后 花莲才告知她 这是不满UW统治权的恐怖分子 干的好事 策划掳走她 可却失败了 夜晚 花莲把香泰加了天台 校内被射了防护罩 明明不会出事 向病史间谍请入了学校 才导致她差点被掳走 花莲问香泰 明明很讨厌黄毛辣妹 可爆炸发生的时候 她却省命护住她 香泰表示那是反射性动作 这样不更证明 她是个温柔的人吗 如今UW本部派来使者 日本分部陷入一片混乱 花莲邀请香泰和她一起去东京 指导护旋 掌握主导权 也是这时 她才把真相告诉香泰 除了她以外 其实还有四名男性 存活与世上 此话让香泰危机感倍增 花莲的夙愿是想成为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为此需要香泰成为 世界第一的男性 两人厉害关系一致 决定携手合作 卢左翔太的计划宣告失败 潜伏在校内的间谍女 准备撤离学校 以担心实验品再被卢左为由 日本分部的高层 让连人一行 即刻返回东京 克劳尔停止了 所有男性的媒体计划 并向UW总部报告事宜 望着克劳尔窃校的模样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画面一转 连人依旧无法接受惠里莎 加入恐怖组织的事实 这时 手机一传来提示 赠予惠里莎 那装有GPS的项链显示 惠里莎此刻就身在日本 正疑惑的当儿 朱英夜半找上门 她告诉连人 母亲鬼缘 因为制造MK病毒的罪名 遭到审判 可据对母亲的了解 她断不会做出这种事 当年为了拯救因疾病爆发 而陷入混乱的国家 她甚至没有参加 亲生儿子的葬礼 导致一家人关系决裂 连人提议她与母亲面对面谈谈 就在这时 黑田来报 恐怖分子占据了媒体 做线上直播 惠里莎领头自我介绍 他们的组织叫伊邪纳美 身边是以人苏醒的 4号实验品 留走她的目的 是要让世人亲眼见证 UW有意隐瞒 世上并不止连人一位男性 此外 他们还掌握了UW的罪证 某国的废弃工程 找到了大量人工卫星的残骸 里面检测出高浓度的人造MK病毒 而工程的社长 正是如今UW本部的领导人之一 在美国 UW正秘密推行着 竟用女性的遗存因子造骸的计划 他们真正要的是创造只有女人的世界 为不让他们得逞 伊贤纳美会议全球女性奋起反抗 直播被UW横空中断 连人冲去找克劳尔要说法 却被他一身国体给逼退 克劳尔与UW总部联系上 对话中得知 通过资讯管制 直播仅在日本流出 影响不大 且他们已经完成 对大部分女性的思想洗劲 距离理想象又更进一步了 连人约发察觉事态不对劲 朱英提议找个机会逃走 去见惠里莎一面 本想要进防西谈 却见里面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出发前往东京前 花莲让祥太接受了年龄增长的手术 会别从前懦弱的自己 新祥太就此诞生 他先后见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隔天就要去与大boss克劳尔谈判 夜晚连人叫来中坊单独谈话 为避免被窃听躲进了浴室 他要中坊和大家一起逃离这里 中坊脸色一成 方文连人不担心他会通报吗 连人露出无辜的笑言 表示自己还真的没有想过 他是如此的信任这位事务官 而这却成了压垮中坊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痛哭着说自己不能走 随即进入回忆 原来打小开始 他就被一群身穿白袍的人们 洗脑式逼迫地观看连人的生活录像 一直到长大 这时 浴室门口被强硬撬开 来着是波普 要二人和他走一趟 他先后拘禁了朱英和翠 现在还要对付周房 在命连人即刻搭上飞往美国的班机 谁知这时 朱英从后卸身 波普迅速挟持住周房 拿了身后还有救兵 打败了波普 后宫团 集体逃离原地 镜头一转 翔太与克劳2正式见上面 花莲提出要进行交易 内容给观众留了个悬念 克劳2表示会好好考虑 花莲既有提出要求 他要见三险者 统治UW的幕后玩家们 此外 现在的UW分部群龙无首 宛若一盘散沙 让外国人统治又不一定能服纵 花莲笑着自荐 他便是国务长官的不二人水 在片同道带领下 连人与妹妹平安会合 他也安排好了出行的船 协助众人逃往国外 自己则留下和周房一起 临别一刻 连人和周房相互表达了感激之情 以朋友的拥抱扩别 约定以后一定会再见 之后众人登上船 向着目的地台湾驶去 至于实验品一号 没有选择一起走 他留下太多遗传因子 舍不得抛下妻子们 倒也是个有心而异的家伙呀 这边 失职的波普遭到严刑靠打 而回归大队的周房与片头 也被带进了单独牢房 会被做些什么 还是未知数 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倒是有个人混得风深水起 那就是与UW学校的 不明口头契约的详态 现如今只有他 能够享受Mating计划 这天 花莲把他带到澡堂 里面有无数女性 等着供他晒选 其中就有实验品一号 曾经的囊中之舞 粉毛 数日后 连日终于抵戴台湾 与过别许久的惠丽莎重逢 第一期到这里告一段落 虽然打着肉的旗号 但剧情内容紧凑 挺好看的 不是吗 目前官方没有表示会出第二季 有兴趣 知道后期的小伙伴 可以去翻同名漫画来看哦 据庞扶所知 想太之后不仅会当上总统 还会有500多个孩子 真的可以说是精进其用了 好啦 视频就到这吧 感谢收看 喜欢的家人们 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